经过了大半年的准备 金老师带着对十三级班的牵挂 还是踏上了去白土乡支教的行程 到了白土之后 觉得那个地方非常的美 非常的像我小时候待的地方 虽然说看着是所谓的贫困和落后 但其实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幸福 在那里每一个画面都特别的美好 我的童年是在贵州省生活 那个时候还记得家里面经常说的一些话 叫什么国家级贫困线 反正就知道自己很穷 然后知道外面的世界 好像很好的样子 其实发自内心来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整个童年的生活我觉得 还是非常的快乐 我母亲呢就就要回家去结婚 然后找一个工作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到外面去多学习 而不是完全不成熟的一个状态 就留在家里面 我觉得对自己也非常的不负责任 看到孩子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与对舞蹈的渴求 金老师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他又想起了远在上海的十三级班 觉得肩上的担子更沉了 一个星期后 金老师回来了 顾不上休息 潘要在第一时间赶回去上课 潘彦宏代表全班同学 把金老师从机场接回了学校 你不要觉得自己十三级跳得怎么样的 就是我看你们跳 我就是根本就达不到 回来后 看到孩子们已经熟练了所有动作 金老师却并不满意 十三级是他们最后一个台阶 不能再停留于形体表面的到位了 表演 艺术信念 才是金老师更希望赋予他们的 来 请 搞艺术的人 那个艺术家他和凡人是不一样的 艺术家他就是先 他这个东西不一样的 凡人只会觉得 有的人他很俗气的 他就觉得搞艺术的人就是傻 就是傻子 知道吗 他为什么要在那里笑呀 他有病吗 就是你们的想法 所以活该你们跳的难看 你必须要把你这个庸俗的东西 你的内心这些庸俗的想法全部都要过去 你就是真的是完全沉醉在你的状态 你就是摸着那个云彩 那种没能想象 但其实你没有摸到云彩 你摸到了没有 没有 想好了啊 你必须忽最中间的那朵白莲花 带带来当拉登地心中 你们别漏了 你们出不来了 再来一遍 冷叹 刀 冷叹 地 地 地 不行再来 带带来当拉登地 来带来当拉登登 不好这边 老师让你出来跳不是看你在那矫情 真的知道你们戏怎么那么多 准备 我还是走神了 你们吸引不了我 再来一遍 杨子骑脚上的伤越来越严重 长时间的跪地练习 让他的膝盖疼痛难忍 不想跳就别跳 杨琪啊 心态啊 你太油了 你就属于那种老油条你知道吧 你不是不好 你那么好的演员啊 你那么好的孩子 你让他荒废自己干什么呢 你什么时候你都要谦虚 你越是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 你才越要感觉好 你现在想干嘛干嘛 想前半后都可以 你以后年龄大了 你的动作幅度 你会发现突然有一天 我做不了那么美的动作了 你做不了的时候 那个时候靠什么呀 你的感觉还在 你不想跳你就不跳了 不可以的 你只要是拿着 你穿着服装 你听着音乐 你穿着舞蹈鞋 你在练功厅里 你就要对得起你自己 从小到大那么苦 一遍一遍的 你要对得起你自己的 来 准备 杨紫棋不希望十三集的结束 成为她与舞蹈的从此告别 她冒着所有人的反对 毅然要参加艺考 巨大的压力 压在了她脆弱的 十七岁的心里 小心 杨紫棋 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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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文心 加油 休息一下 待会儿还是再跳 跳不好 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做得更好 就觉得我去努力了以后 我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 这是我跳舞的最后一块的提防 到这种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人就比较消极 有的时候比较悲观 既然所有人都在反对 甚至可能说 我如果连最后一个支持的人 都有消失的话 确实 就一下子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好像没有这种状态 今天好像才有的 她要交的东西 全都没交出来 我们给她 回应她的东西比较少 跳这么多年 就是一种习惯了 本来想着 放假了终于可以休息了 可是等到真的那一天的时候 就感觉空荡荡的 我每次压腿的时候 我总是最开心的那一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笑 就是大概是这一周 所有的情绪就在这里 就笑过去了 其实就是除去了 所有生活中的不开心 就是纷扰和那种 每个礼拜有一整天 就是在这待着 你要把那一天剥掉了 这一个礼拜 好像就只有六天了 十几年了 等十三级考完 都将近二十年了 那个时候 每个班可能都二十几个人 然后跳上去一起 走掉一批 跳上去一起走掉一批 我们都是留到现在的 一路感觉自己年龄不大 但是走了一堆人 然后可能就家里人 还有他们是一直配着的 孩子们的情绪都很低落 一方面是担忧十三级能否通过 同时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分别 他们伤感与不舍 他们的舞蹈专业学习生涯 对很多人来说 十三级考完 他们的舞蹈专业学习生涯 也就结束了 我一诈 我会帮你 你们照顾 我伤心 我们 我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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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伤心 你 我伤心 感谢观看